不用和面 外酥里嫩 鲜香浓郁的香菇鸡肉饼 炸饭回家5分钟就能搞定 咱们今天选的鸡肉是鸡水肉 鸡水肉是活肉 口感比较好 屁骨切成小小的肉丁 腌一下 放入料酒 3勺 老抽 豆瓣勺 生抽 1勺 蚝油 1勺 胡椒粉适量 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洗锅烧油 姜米 葱花 煸出香味 加入也好的鸡水肉 边香边透 加洋葱丁 香菇丁 烤熟备用 这时候请出咱们万能的手炸饼 手炸饼一般是冻的 提前稍微给它画一下 直接出在锅里边 咱们把这炮好的馅往中间的部位放 皮肚包馅大 多搁点 甚至四角往中间的部位叠 叠好之后咱们拿手给它压一下 开火 煎熟 翻个 煎另一面 您看啊 咱手炸饼一滴油都没加 自然出油 吐 手似应该有掌声 好 咱的香菇鸡肉饼煎至金黄酥脆就好了 好了 肠子 闻着就香